各位觀眾,來到星期六 我們繼續為大家跟進外國專欄 今天帶來經濟學人專欄 普京陷入經濟困局 俄羅斯對中國的依賴成隱患 目前大部分央行都在減息 不過俄羅斯就調轉了 上個月,俄羅斯決策者將利率提高到21% 創了20年來的新高 市場預測年底前更可能進一步 升到23% 這個舉措在戰爭期間很罕見 通常央行會避免壓制經濟活動 自從2022年2月份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俄羅斯的經濟一直出乎分析師的預料 雖面臨現代史上最嚴厲的制裁 但俄羅斯的經濟竟然以十幾年來最快的速度增長 上年經濟增長更加到3.6% 今年預計可以保持類似水平 但央行上條利率的決定 並不是經濟強勁的表現 而反而是對未來困境的警示 俄羅斯政府開支越來越難頂 在9月份公布的預算計劃中 見到 下年國防開支將增加四分之一 而國防和安全支出合計每年 將會有17萬億的勞布 即大約17億美金 佔了政府總支出40%以上 同時間佔了俄羅斯GDP8% 而當中 只是說國防開支已經佔到國民收入的6% 是創了冷戰以來最高的比例 這一筆開支非常巨大 不過對於交戰裡的國家來說 其實都不算異常 例如美國在越戰期間 在國防開支佔了GDP的8-10% 說第二次世界大戰 每一個國家甚至將40-60%的經濟產出 都放在軍事用途 關鍵區別就是在貨幣的政策 20世紀40年代 英國和美國的決策者 很努力希望將利率擺在3%左右 去減輕巨額的赤字壓力 而俄羅斯的10年期國債收益率 已經從戰前6%飆升至16% 由徵召囚犯去到請北韓工人 俄羅斯的勞動力市場緊張程度 其實很明顯 目前俄羅斯的失業率只不過是2.4% 幾乎上經濟都在運轉 而且出現經濟過熱的典型跡象 連空漲率超過8% 雖然加息是應對這種情況的標準措施 但同時也會推高借貸成本 在20世紀40年代 美國英國通過加稅和實行配給制 去抑壓家庭支出 去控制通脹 而今時今日的俄羅斯 這樣的政策既不受歡迎 也與普京宣傳的東西不一樣 俄羅斯收緊貨幣政策 另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對外貨幣價值的擔憂 在二戰期間 美國英國並不太擔心他們本國的貨幣外部價值 美國因為他們有避險屬性 所以很受歡迎 美國的租借法案也為英國提供了大量軍事裝備 還有資源 基本上可以說是免費 如果英國沒有了美國這個財力洪厚 還有工業能力非常強大的盟友 那麼英鎊貶值 就可能會影響到戰爭的能力 而普京的難題就是他沒有這樣的盟友 雖然中國是俄羅斯現在最重要的貿易夥伴 提供了三分之一的進口商品 還有90%以上的微電子產品 但是這些支持不是免費的 今年勞布對人民幣貶值了7% 接近爆發戰爭之後最低的水平 與二戰期間 盟軍就不一樣了 俄羅斯面臨著外部的經濟脆弱性 而這件事給通脹更直接推動利率的飆升 而俄羅斯政府之前透過多種措施 去緩解高借貸成本的影響 例如給家庭暫停還債 或者通過一些補貼去降低企業的貸款利率 但是這些計劃現在很難繼續下去了 在今年7月1日政府終止了一項低息抵押貸款的補貼計劃 令到那個月份抵押的貸款量減了一半 而今年企業破產的數量升了20% 俄羅斯工業家和企業家聯盟都覺得 由於借貸的成本高企 很多企業已經推遲了下一年的投資計劃 高利率將會抑制企業和消費者的支出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預計 而下年俄羅斯經濟增長會大幅放緩到1.3% 即使是俄羅斯國有發展銀行VEB 也將它的增長預測下調到2% 投資減少、還有勞動力的流失在削弱俄羅斯的經濟 而為了給相關關鍵進口商品 而維持勞布價值成為了普京一個弱點 這可能很快會削弱它的戰爭能力 所以或者普京會寄望特朗普 可以兌現結束戰爭這個承諾 打一場3%利率的戰爭是一件事 但打一場21%利率戰爭就是另一回事 以上是今天的外國專欄 各位觀眾 不知道你們對於今次的外國專欄有甚麼看法 不妨把你的意見想法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到底普京想不想結束戰爭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聽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走之前幫我們按個like 和把這條片share給你的朋友一起看 最後祝各位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開始推出的新的電子消費券 新的優惠 你買了我們的電子消費券 你已經拿了一些禮物 然後你又去買 我們買其他東西 價錢當然很便宜 可以當現金一樣用 也有那些優惠 可以享受全部的優惠 再去買立場 買NMN 買Q10 買的 這些大家都很喜歡的東西 買和牛 抵達很便宜 3000元 現金券 今次到月底 都是用到3月31日 送一個 Hankcoin的鹿羊跟骨酥 這個令你的骨好啦 480元 再加用一個 水牛城雞翅一包 也更試一下 是微辣的,好吃的,32元,买3000元,送500多元给你,然后你再去买我们的东西,又送的给你,5000元,今次特别推出5000元,送什么呢,说你都不信,5000元来捐,送一个Massarati太阳眼镜,符合欧盟标准,泰金属,非常轻巧,今次有三款新款给你选择,一定有一款适合你的, 再加一个韩国handom,红芯翼,礼盒装的,非常漂亮,498元,好,8000元,送什么呢,你买了这8000元,再拿880元出来,送这套,街上买12800元的东西给你,是整套的,这个妈人牌,妈人牌,整套厨具,换了它,这些很漂亮的quality, 德国的东西,我们开始推荐的新的电子消费券,新的优惠,你买了电子消费券,你已经拿了一些礼物,然后你又去买,我们买其他东西,价钱当然很便宜,可以当现金一样用, 亦都有那些优惠,可以享受全部的优惠的,再去买立场,买NMN,买Q10, 这些大家很喜欢的东西,买和牛,抵得不行,3000元, 现金券,今次到月底,都是用到3月31号,送一个, Hangcoin的鹿熔根骨素,这个令你的骨好,480元,再加一个, 水牛城鸡翠一包,还吃一下,是微辣的,好吃的,32元,买3000元, 送500多元给你,然后你再去买我们的东西,又送的给你, 5000元,今次特别推出5000元,送什么呢,说你都不信,5000元来说, 送一个Massarati太阳眼镜,符合欧盟标准,泰金属,非常轻巧, 好,今次有三款新款给你选择,一定有一款适合你的, 再加一个韩国handom,红芯翼礼盒装的,非常漂亮, 498元,好,8000元,送什么呢,你买了这8000元, 再拿880元出来,送这套,街上买12800元的东西给你, 整套厨具,全换了它,这些很漂亮的Quality,这个名牌, 这个30cm中式炒锅,24cm,煎炒锅,24cm, 蒸炉,有蒸气出的,16cm的燉锅, 发廊铸铁锅,Cast Iron的, 刀具,4件,中式获产,贵获产,剪刀齐了,整套东西, 买8000元礼券,再加880元, 买完即字,